OK 謝謝各位 我是李景聰 每次SOFI 我是SOFI之後的 可能叫做是HOPE的主持人 因為有一次她沒有到 我就不知道該怎樣開場 所以一定要在她開場之後 我就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前面一開始大概 這是我們一系列的 關於勞動權益主要的起因是因為 意義秀造成社會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大概幾個朋友聚在一起 你覺得是不是應該對這個問題 做一個比較所謂跨語域 或是各方面的理解 那現場即使像鍾鴻他是社會學家 然後建宏事實上是長期在 就是對於法律勞工法制服務的專家 那事實上他們建宏事實上在第一次 他就做一個非常清楚的報告 然後起這次經濟學家 他從經濟學的面貌 在第一次也是做一個比較全盤的講述 這樣的一個勞動權益在經濟結構裡面 你怎麼樣去看 怎麼樣去思考 那第二次事實上是鍾鴻 他有做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分析 我想說在座不知道有多少 是從第一次到 這是第三次 那第三次我們事實上就請到佳和 還有就是正亮 那兩位其實都是在 就是 我是在高校公會裡面跟他們 跟他們的手 然後還有俗倫 事實上這是很第一線的公會的參與者 那我們請他這一場 就是等於是從公會的角度來看 勞動我們這個問題 那這個 TACO絕對不是一個很物理學者型 這是我們的佳和型 公會運動者的異想 那他本來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TINA 那我不曉得這裡面有多少有看的那個 那個英雄大選定 我們裡面 有看到TINA的請舉手 只有兩位 三位 四位 那我們的Sophia 來去特別去查一下 那原來原文是法文 那 翻譯什麼嗎 對 那我們待會請 佳和他最後壓軸的時候 試試看我們能夠從這個 剛剛有分說 possibility 走出一條初步 我們剛剛在上面一起吃飯的時候 有聊到 這個一系列 為什麼要做一個系列 除了從各個角度去思考之外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比較完整的 可能走的下一步的道路 因為我們知道事實上台灣的衝擊很大 每個人都是在那種計劃看 叫做物理資產 一切一切 每個人事實上的血壓都非常高 那血壓非常高以後 你回去 事實上你走 沒有走到一個出路的話 你會非常的depress 所以來這裡 所以不是要讓你血壓很高而已 很激動 找到一群人一起激動 是希望你能夠激動完以後 你能夠平靜下來 能夠思考我們未來 可能的這個出路 那我們相信出路 絕對不是單一的領域可以理解 通常你是從不同的領域去思考 因為 原來這個社會問題跟公共議題 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所以這個意思是我們的信仰 也不是說信仰 因為我們的原則 希望是從各種不同角度 去看一個複雜的 大家關心的重要的社會問題 那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嘗試 從公民治庫這個角度 為什麼叫公民治庫 是我們從學院裡面走出來 然後在民間就是公民的社會裡面 一起走出來 我們一起共同思考 怎麼樣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我相信這個東西 絕對是比把這個 這個公共政策的這個審選 丟給政府來了一個希望 所以只要我們願意出來思考 願意共同討論 我想在這一點來講 我們會找到 希望能夠走這個出路 好 那我剛剛也簡單介紹過 我們第一位 我們就請俗倫阿蓋斯做引言 大概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加工 他說他隨意 他是遲到二十分鐘 OK 我們就把外公共交給蘇文 大家歡迎 那個現場如果是基於核粉而來的 或是基於量粉而來的 那就現在只要忍耐二十分鐘 我的動作就會過去 好 然後那個 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的 總幹事郭佑蘇文 然後我的工會工作 大概 很多年了 好 再講一個孤魯而已 那麼 但是我想要先請教的是 在座 你是工會會員的舉手 你身上有一個以上的工會會籍的人 高校工會員都不舉手 很多位阿 好 好 謝謝 謝謝 也就是說 我們在座 其實我們在座 剛剛舉手比例 應該已經高於我們台灣的工會組織率了 好 這個抽樣不準 因為我們台灣的工會組織率只有7% 好 所以剛剛還有幾位舉得很猶豫的 那個 電子人會為什麼舉那麼 那個 那個 疑惑呢 好 就是 在 工會在台灣的社會生活當中 不是一個普遍的現實 絕大多數人的生命當中 不存在工會這個身份 以及經驗 好 那可是我們待會兒等一下談的這個 內容呢 其實就是 普遍在社會上被認為就是 你們老團這樣說 或你們老團這樣認為 所以 作為一個工會運動者 我不是什麼異想 我不是什麼幻想 我只希望建物不要亂想 對不對 我大概只能奢求這個樣子 所以我今天沒有高深的理會 也沒有這個 很有哲學思考的內容 我反而就是 可能跟各位分享一個 非常非常荒謬的事情 然後來說 我們的工會運動者 平常在什麼樣的生活當中 掙扎 以及我們希望下一個階段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這個 我今天講的小故事就是 祈求一件事情 那我們 因為時間很短 我講給各位 大概很多內容是知道的 我們會講快一點 這個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勞動精準法在民國七十三年定了 然後定了呢 就寫說 勞動每七天 要有一天的休息 作為例假 然後這件事情呢 在民國七十三年 定的時候 你以為它存在 然後呢 事實上它從來沒有存在過 沒有 從民國七十五年之後 它就不存在 好就是 內政部有一個函視 然後讓它變成是 這個 所謂的 本來應該是 每六天 要有一個例假 每六天要有一個例假 那最後就變成這樣也可以 第一個 週呢 也有一個例 第二個週也有一個例 所以呢 第一週也符合七休一 第二週也符合七休一 它加起來呢 它也符合七休一喔 所以七休一等於十四休二 我們說這個荒謬性在民國一百零五年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感謝在座並不在的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黨黨主席 向好先生 好像是吧 名字就等了耶 其實是因為有一個 有位先生叫向好 然後呢 他到成為了提早過的勞動 然後呢 他後來在工作到第八天的時候 在櫃台上放了一個 宣告 他說現在雇主已經尾巴了 所以我根據十四條開出雇主 所以我就不上班了 所以我就跑了 所以櫃台就空了 但是當天的新聞出的並不是這條 當天的新聞出的是 因為Samen有一個櫃台空門沒有店員 所以呢 內蒙地區 24歲 小鮮肉 有女朋友 愛游泳的一位帥哥警察 來固店 好 這是一個荒謬的故事 但是後來他引發我們大家 對於七休一這件事情 原來他自始居然不存在 的這個事情 令大家震驚 我坦白講很多人是那個時候才知道 他說 哦原來七休一可以等於十四休二 好 這麼後面的事情後來呢 這個就去抗議啊 點點點圈圈圈圈之後呢 這個把它廢除之後改成這個 就是 本來是廢除了 廢除了之後呢 大家又受不了 就是說廢除了七休一 等於十四休二這件事情 那就是回到七休一喔 那回到七休一這件事情呢 又令全台灣 不管是勞工行務主 都好像絕對不可忍受 就是我們七天要休一天 這件事情 不是一百年級的人權 沒有 就是 這個 對於有一天強制地價這件事情 你每工作六天 一定要間隔一天的這件事情 在社會現實生活上 失誤認為是絕不可能的 所以後來呢 這個六月財會的韓氏呢 後來就馬上在 我印象可能是九月吧 就再出了一個新的韓氏 然後有例外 然後我放單了一則 這個是當時的部長 是國防衛次長 是廖位方廖次長 那坦白講 這個其實是 當政府在沒有用修法的手段 而使用行政韓氏 試圖要調和就是社會現實跟法律之間的落差 就是那個七週一的法律的強制性 使得大家沒有辦法真的落實它 沒有辦法落實它的結果就是想盡辦法逃逸 那所以就變成是 我們有一部可能全世界最完美的 幾乎最完美 最嚴格的勞動基準法 但是我們有百分之九一九的勞工跟雇主都沒有在看它 這個是真正發生的現實 我們嚴格講我們的法律並沒有寫的不好 但是它有可以產生很多解讀 很多不同的做法 那後來當這個勞工付出這個新的令氏的時候 就說你可以雇主跟勞工在簽同意書的特定期間 調移立價 是一個不滿意但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狀態 這件事情是指說我至少在有限定的時間 基於我個人的意思表示的同意 然後跟雇主做一個短期的約定的調整 然後它必須符合這些前提 所以這一階段的短期的這種調整 我們覺得還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至少它賦予勞工一個表達同意的權利 那在沒有動到修法的情況之下 可是後來這個當勞動基準法的一例一修的修正案被 客觀的講 無比話應該不過分吧 就是說在被一個就是相當大程度的清洗 變成叫做說是一個很沒有沒有彈性的法律啊 然後對雇主增加極大的勞動成本啊 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們居然從一個我們工會工作者 要從不斷的評評政府的勞動基準法的修正案的問題 到勞動基準法通過之後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說一例一修沒有那麼壞 然後請大家試著遵守看看一例一修 那麼其實一例一修落實下去可能會有好處 就是我們在去年的上半年 經歷了一個自己某個程度上也是精神分裂 在前年的下半年 我們一直替勞心把修正案也請出 沒有問題 好 但他不得已 當他通過之後 我們在去年的上半年 開始不斷的跟我們的會員 跟我們社會大眾溝通說 那如果要把這個法好好落實 應該如何如何如何 然後某個程度 我們甚至等於在幫政府做勞工教育說明 而當我們覺得我們好不容易前進到一個階段 大家認知有休息日 大家認知休息日要加班費 大家認知我們應該要無班間隔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之後 然後 前面說 這個法修很好 如果修人不好 你可以不要投給我的民地黨 在半年之後 你就瘋了 他又突然跟你說 這個 林賢 帶頭來做這個修法的動作 好 所以我們下半年開始 又變成這樣回來罵這個執政黨 然後以及罵說這個第二版的修正案又多糟糕 所以對於一個沒有一致性可憐的政府 對於一個沒有中心思想可憐的政府來說 他對於這個修法到底要幹嘛 以及這個修法下去希望達成什麼樣的社會效果 沒有任何貫徹跟堅持的意志 反而是作為反對者的我們 要幫他堅持跟貫徹他的政治理念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詭訣而不可理解的狀態 但是我們就這樣又過了半年 以至於到今年之後 又變成是這個新的勞機板的版本 這個版本更荒謬的地方是在於 就是因為我只要講西修一 就修法過程大家都知道我們很多抗議啊 然後老師們也都有那個連署聲明說 建議不要再修等等 但是那時候因為我只講西修一這件事情 後來新的版本這一條出現的這個 這個現在是錯的 這個是存在的字 不是畫的存在的 紅色這一段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而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令的行業 可以把立架在七天之內做調理 我問過我們所有的工會幹部 就是請大家用白號的翻譯這一段話給我聽 大部分的工會幹部都非常的 就是非常困惑 這個法真的不是寫給人看的這樣 就寫給兩位看的這樣 開玩笑 就是大家對於這個 我們其實在修法過程當中 不斷的向主管機關勞動部反應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法條完全的不可執行 勞動部應該你自己知道 因為這條是勞動部自己拿石頭砸住你的腳 他是中央主管機關 那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以每一個行業到主管機關 比如說我的行業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我的行業主管機關是農委會 我的行業主管機關是領月署 我的行業主管機關是交換部 我的行業的主管機關是園民會 任何一個部位都有可能是我的主管機關 而每一個主管機關都跑去找勞動部 所以請你指定我的某某行業 這件事情在行政上怎麼會是一個合理現實有效有必要的條件呢 不應該吧 但是勞動部居然 就真的還推這樣的法令 然後真以非常艱困 扭曲不得已又不得不的姿態為這個法條辯護 那麼到最後通過了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導致我們最近這一兩天 就是我為什麼對於我那一台跟大家說 這個環島子都是對 剛剛主持人說有出路 但是我沒有出路 因為環島子都是對政府的憤怒 就是這個 這兩天的話可能各位沒有注意 就是我們 我們旗下有很多媒體業的公會 各位這樣媒體業現在的公會還不少 從無線台開始 台市中市華市公市 院民台 客台 客台現在還在公市裡面 全部都有公會 然後 有線台 伊電市 東森 三立 這個也都有公會 體面媒體也有很多家都有公會 好 那這麼多的媒體公會的公會 因為對於這個現在這樣氣修一的條文出來之後呢 其實很快的文化部跟這個NCC各別 都召開了這個氣修一的諮詢會議 要求勞資雙邀請勞資雙幫做諮詢 講好第一次邀請就是雇主團體 好 如 衛星電視同業工會 就是有線台的老闆 好 無線電視學會 就是無線台的老闆 好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出版業的 他就有那個報業同業工會 好 就是報紙的老闆 雜誌同業工會 雜誌老闆 好 然後就在 訓得不及言人 就是法還沒有通過 1月10號才通過 讓人1月初就已經送進去邀請 這個部會幫他們同意 好 所以NCC跟勞動部都 對不起講錯 NCC跟文化部都開過諮詢會議 請勞資雙幫來 那 然後工會其實都在 工會或勞邦代表 都有在裡頭表達一些反對 好 而雇主團體就表示他們為什麼 他們非常需要開放這個氣修一 那講了很多 最後大家的共識 不是共識 最後大家大概可以接受的 這個最底線是 比如說記者的出國採訪 好 這個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說當記者出國採訪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不要氣修一 聽起來蠻合理的對不對 出 因為出國嘛 所以你今天來回 就已經是飛行成本 再加上你中間工作時間 所以出國期間不要氣修一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好 但是 對於 這些工會來講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談的是 在一切 人本跟 人 對不起 人力跟成本 都沒有辦法改善 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才破他的氣修一 也就是仍然讓他為止 他可以在地休假 你今天去德國採訪 沒有人說你不可以在德國休假 還是可以在德國實施你的力跟休 那是萬不得已 你非得要打破的時候 那先講那個萬不得已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好 那所以我們幾次去開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訴求 我們都是這個 欸這邊看到 就是先談配套再談開放 這其實是這幾個工會呢 這些工會在這麼長一段 跟政府這個鬥法令的期間 摸出來的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 就是 我與其不斷的告訴你我反對 不斷的說我反對開放 而他不現實 不現實是指跟你的會員 跟你一般的勞動者的經驗連結 不現實 我沒有辦法說 跟大家講說說完的人都搶自己修一 有很多人覺得說我偶爾還是會有出差 會加班有必要 我沒有辦法不斷的在這個法律的 那個線上面守住 就是說永遠不可能 我一定做六教修一 這個守不住 等最後這些工會想出來的是說 那當政府要幫我決定 要不要意外 要不要開放的時候 為什麼是政府幫我決定 為什麼不是我們的工會 先跟雇主團體 展開團體跟團體的協商 然後做出協約的範本 比如說要 如果要我這個打破氣修一的話 我們可能在什麼樣的前提 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補償跟配套措施 好 在那樣的前提之下 有一個協商範本之後 雇主團體才有那個資格去跟政府做 那我想要一個法律例外 你要拿一個法律例外跟favor 你一手 你應該付出相對的成本跟承諾吧 這個是在工會 這些工會的現實狀況上 願意往前再推一步 我不要不斷的當一個反對者 我除了反對之餘 我有提出具體的建議 但是很可惜的 後來昨天這個 勞動部的這個審議呢 最後還是決定就是 除了屠宰業以外 有九個行業 應該都可以這個 幫換這個氣修的一個限制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只有屠宰業 好 我覺得這真的有 我們都難以理解 那我說 但是這個整個荒謬是來自於 我如果是僱主 我應該要恨大心得恨大心點才對 因為我本來寫一寫 跟勞工寫一張同意書 我可以調一次利價 調一年調兩次 我就寫兩次就好了 可是我現在這個法之後 我作為一個僱主 我要先找到我的同業工會 請我的同業工會發函 給我們的主管機關 我的主管機關同意之後 再發給勞動部 勞動部還要開會 才把他指定 指定完了之後 他要再回來找公會談 然後如果公會呢 沒有公會 還要找到智慧談 然後臺完之後 還要再報這個勞動局備查 只不過為了一年當中 要有一次或兩次的期休業以外 如果我是一個正常守法的僱主 這個守法本身不但沒有為我增加談性 根本就會為我增加不可 我本身單一僱主無法達成的行政成本 跟無法達成的這個法則不可能 所以怎麼會幫僱主增加談性呢 反而是沒有 但很妙的是我們台灣的勞動法 這件事情有趣的在於說 我們的僱主呢 真的太不用功了 我幾次的不斷的跟這個 上節目的時候 還跟這個工總的代表 或商朝代表說 我求求你們 這一條應該是你們要去反對 不是我們 因為這個程序 如果只是為了一年一兩次的 一個期休業的意外 然後再走這樣的程序的話 你是僱主你不封嗎 我才封了 不應該是我反對 應該是你僱主反對 可是沒有一個僱主認真的去對待這個法律的修正案 他會覺得耐心得給了電力 給了彈性 事實上是荒謬到幾點的一件事情 沒有 然後你覺得勞工拿到協商權了嗎 當然沒有 因為後面這些調整的這個部分 其實你過去不用靠 沒有寫這條例本來你就可以協商了 所以也沒有期別 不是說不是講不應該在哪裡 就是說就是如果你要做這個調整的話 你有別的手段可以運用 工會的統一權有別的手段可以運用 所以 工會沒有新增加協商權 沒有 然後 對於這個政府 他有辦法打官嗎 我就覺得這個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因為最後指定的方式是這樣的 最後指定的是 公告的指定方式是 基於性質特殊說明 勞工於國外執行職務的行業 12345678910 這些行業可以在這個 出勞工於國外執行職務的時候期休業 所以新聞出版業廣播電視業 昨天通過的行業 不是昨天諮詢會議先暫時 可能在傾向域通過的行業 廣播電視業的勞工通通都可以在 國外執行職務的時候期休業 這個在座有很多農土把老師 可能比我瘦了 然後我不曉得 我沒有看過用行業指定這個事 就是 在 媒體業工作的 會計小姐、郭先生 一般行政人員 但因為她就是媒體業工作 然後去國外執行 所以就可以過去休業 那如果這樣 那為什麼 我們教師業不行 这个什么业不行 什么业不行 因为国外执行职务这个 是任何行业都会发生的事情啊 谁不在国外执行职务 那如果这个条件可以承认的话 不就是365行 通通都要去跑去找劳动部 说请你指定我 因为我总是要出国的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总是有人要出国的吧 就算连相对诅咒也要出国啊 对啊 那这不就从劳动行政来讲 是一个荒谬自己的一个指定方式吗 那这怎么会是法官呢 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平凡 那所以当整个劳基法对我们来说 他看起来是不要讲管制 或至少在规范上很严格 但是这个严格非常的会被雇主 甚至部分劳动抱怨 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有的弹性 或者是符合现代的劳动市场 及劳动条件的现实 我完全同意这件事 我应该是少数那个 你整个比较生气 我应该是少数公开讲过很多次 我不反对八十四之一 垂在内劳基法的工作之类 因为八十四之一 如果没有八十四之一 揪了相当多劳动 他连使用劳基法的机会都没有了 因为老师老师老师 他没法套上 那确实他没法丢上去 但不等于 大家可以一边制定一个荒谬的 如法自己的法令 然后呢 大家没有遵守的这个意愿 然后呢 劳动 特别是我们的公会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 不断的感受到这个挫败 然后不断的被这个 最后感觉 特别是他们感觉被政府耍了 然后到最后现在所有的人对于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基础的不信任 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在劳金法修正案 从 在在劳金法这一波从最 从老减起来的 大家开始重视劳动历史 到一利修通过之后 一利修的增值 让大家认识这个劳金法很多的内容 然后到最后修法之后 现在进入一个个别行业 你必须要跟个别的雇主捉对厮杀 然后天天跟这个 政府斗马斗斥 然后不断的被政府 这个 打你一巴掌 连你想要跟政府 连你想要跟雇主协商政府 就说不用 我帮你处理掉 你帮你协调 跟这种荒谬的处境 那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 呃 我觉得 我们 在这么长的 这两年的时间 其实一直经验 一直一直经验 就是 你不断的精神分裂 然后 到底这样编务法律 还是要 宣导这个 大家积极斗争 到底是要请 教劳工追求法律 还是干脆教劳工 干脆来脱把斗争 没有没有 好 呃 我自己也没有很确定 有一种什么样的出入 或者是想法 但是 我觉得 嘿 就是显然接下来 我们是靠这个法律保护 大姐 大家帮我们自己 从这些公会的经验看起来 大概是要靠自己 去争出一条自己的出入 那至于怎么样自己争出自己的出入这件事情呢 因为高路会非常有祭奠 接下来换量师 换量师 好 我的时间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 这个 加肯定的 自由主力时代 共会运动者 的意识 我目前是在 私信社会所服务 在高六公会 担任副署长 那我想 谈下 就是说 国心自由主义 当然有很多个面向 呃 那学者有人认为 国心自由主义 一个特色是 针对国家 资本 针对国家 进行的掠夺 例如说 把原来的 公共的国家的资产 石油化 这样的一个掠夺方式 是有这种说法 那另外一种说法 是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 新自由主义 大概谈的就是 劳动的 谈性法论 这样 那 呃 当然在谈 这个 所谓新自由主义生产 方式里面 当然有特别强调一种 叫 零界生产 零界生产指的是说 它 零库存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那事实上 这个零库存 比如指 只有针对商品而已 那事实上针对劳动 利益也是同样的想法 所以是劳动力的领固者 在总的意义上来说 这是劳盘性法里面的关键概念 呃 我们要用的时候 有劳动力 不要用的时候 没有劳动力 有订单的时候 不需要劳动力 没有订单的时候 不需要劳动力 这是最高境界 最完美的 最赞的 所以零库存 劳动力 那 大家知道几年前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呃 这个台湾有很长期的 不是长期 有一段时间 是有无薪假在到处爆出来 那这个时候 吴敦蒂当时 有时候 这是 这可以得罗贝尔总体发明 这样子 那他概念就是 零库存 他概念就是零库存 无薪假 你不用来 我也不用给你钱 因为你没有提供劳动力 对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 呃 国家退出市场 这一种意识形态 比如说本来劳动力在 呃 资本主义国家里面都会有一些 呃 劳动法律的 呃 各种不同法治啦 但是会有一定的 呃 国家介入 劳动力是 因为毕竟劳动力的提供者 是时尚的人嘛 他不是一个机器 所以 呃 必须要对他进行某种 呃 使用上的管制 但是呢 新自由主义里面 谈到的就是说 国家对于这些劳动力管制的 各种的规范 逐渐的退出 呃 呃 最典型的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把 蔡英文的说法理解成为 他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 你跟你老板自己去谈嘛 对吧 劳资自己去谈嘛 那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国家退出了 在劳动力市场上 呃 国家应该做了一些 规范性的 呃 呃 所以他 国家退出市场 包括劳动力市场 这种意识形态 或是这种想法 是新自由主义里面 呃 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们自己去谈 劳资自己去谈 国家不再介入了 那 呃 就是 第二 第三点呢 是有关于去管制化 跟多样化的使用劳动力 有一定的规范的 有一定的规范的 现在要把这些规范 放宽的 类似这样 那这是 呃 去管制化 再来第二个 呃就是所谓的多样化 那劳动化的话 有一个要 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我不只是去管制化 我还希望劳动力本身能够多样的发展 你说本来你只会 Photoshop 现在你要 会 呃 final cut 呃 因为没办法嘛 因为Photoshop已经 静态很相当 不 不太好用 现在大家都要拍嘛 对不对 所以就一定要用 呃 这个final cut 或是你一定要会抖音啊 什么的 像我女儿就会抖音 你还在郭小优优伟集 好 那就已经很多样化了 对不对 那班上的同学 已经在累积他的粉丝团 哈哈哈哈 那很多样化的使用啊 所以我们变得每个人 都要去弄不到这些症状 表示说 欸你看 我可以这样被用 欸你要这样用我也可以 我也穿业子 那这样我也可以 也可以 那最 最高境界就是 拍前女王 好 日剧的拍前女王 所以当我们提到 谈心话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注意到 到底是谁的 弹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般 听到弹性 都会觉得是一件好事 有弹性总是 比硬棒棒的好嘛 对不对 如果你咬买自己 咬买不咬买 就能够弹性了 所以那你要弹性 那弹性就好了 那事实上你要注意到 这个弹性 到底是谁的 对不对 如果是从资本的角度 来理解弹性的 那跟劳方自己 来理解弹性 那就是不一样了 因为 呃 我们作为劳动者 受户者 有一定的 生命生活的规律 周期要去安排的 我们没有办法 呃 24小时 那是资本调的弹性 但我们没有办法 这样子 所以说弹性可能要稍微 理解一下 到底是谁的弹性 那 呃 我认为从资本的角度 来理解弹性化的 几个可能的面向 呃 稍微整理一下 大概会有这些 可能的面向 呃 呃 事实上 呃 呃 约布大陈 应用聘居多 这样的大学里面 呃 约聘里面 或是你是坚持的 你是供职的 两个人共同做一个行业 呃 做一份工作的 呃 无形下也是某种时间上的弹性使用 哦 那你也可以从身份上来理解 因为这个身份本身的原因 让你的成本 就是变得更低 即便你所提供的东西可能是一样的 哦 那譬如说学生工 那在座可能很多学生就知道 只要你是学生工你出去 呃 可能就会比较 少人的钱 这样 因为比较没有社会经验 比较好气 即便你可能提供的东西是一样 那学生工还有包括实习 对不对 呃 有很多实习基本上是让你 打杂嘛 但是呢 他又不免疫情 你还要缴学分分 呵呵 那就最大境界 你还要缴钱 去让人家被剥削 那是最屌的 哦 那当然还有女性原住民 因为身份而来的剥削 因为身份而来可以帮你降低身份 哦 那呃 可能今天比较讲的是组织上一个 谈性化 哦 呃本来一些大公司 他把公司分割出去 切割出去 呃公司化 呃这个 普通部门的公司 或者是部门内部的分割 呃 或者后福特主义的某一些概念 呃把 呃 呃这个原来生产线呢 变成是 呃小单位的 呃模组的生产方式 也有这么一种说法 呃 那或者是外包委外 这是从 劳法的角度来讲 是吧 我把固定的工作 外包啊或委外啊 从 这个呃 呃劳务这方面来讲 就叫承攬的 哦 这也是一种 本来我应该是聘正职员工来做的 但是我不要 呃 我叫这些人出去外面自己成立一个公司 或者是合作社 或是什么职业工会 反正什么鬼都可以啦 我就 我就让他来外包或承攬我的工作 啊 我就不用负担你的各种成本了嘛 啊 从你的角度来讲 你是来承攬我的啊 哦 这样子啦 所以有很多假承攬 其实真雇用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假 是用承攬的关系 那当然 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太前 另外一个境界叫太前 也许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来讲一下 呃 太前的问题 好 那当然新自由主义会去宣称说 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但是呢 呃 其实有些学者在反省这件事说 哦 新自由主义讲的这种弹性化 并不是历史的趋势啊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 其实说的也很清楚 从小工作坊到大工厂 的这种变化 或是说 呃 这个 小工作坊如何变成是 这个 呃 工头包 呃 这个 呃 不是工头带的 而是一整个 呃 生产都经由老板在直接控制 啊 他讲了很多这种案例 所以 呃 怎么把劳工弹性的使用 是在历史上 事实上到处都在发生的事 它并不是一个历史上新的事情 呃 它不是一个趋势 它基本上是一个idea 它是个意识形态 它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事实上它不是 它老早就是这样 它老早就不是 然后它就说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这种说法 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 那 最后是谁买单呢 基本上都是国家买单 很奇怪 几乎都是国家买单 由国家发动的 呃 这个整个劳动开心化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state government 再发动 在台湾我们也是哦 我们也是哦 我们劳动派遣 这是用国家带动的嘛 好 这是我们政府很带动的嘛 那以台湾的阿基里来说 当然是自由化 那我们在大学里面 呃 你可以从法人化这个角度来 理解自由化 自由化和市场化 好 那 呃 呃 对抗 我刚忘记什么 好 对抗 韩信化的策略当然就是 从工会运动的角度来讲 我们怎么去团结这些 不断被切割出去的各种身份 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因为你不断的被切割嘛 那 那我们怎么去团结 这么多不同的身份呢 那 呃 我们可能要回到历史里面来看说 我们台湾的工会运动的力量 到底是从哪里出现 好 历史场景 那历史场景大家就是 大家知道说 战后面上台湾之后 所实施的实惠维权 呃 统合主义的方式 那国家的力量 基本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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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已经组了工会了 这句话有没有邏輯上 就你已经先组工会了啊 然后 就是被 国家控制 哦 那这种状况 有人把这个描述成为像一个 种 呃 呃 葬瓜 一个一串粽子一样 就是国家 抓住了几个粽子 粽子箱也有在那小粽子 在那小粽子 这样一抓抓起来 全部都由他控制 那工会 地方的 呃 厂厂工会 然后 区域的 总工会 然后在全国的总工会 就以这个方式 把工会控制住了 统合的意思是 incorporation 包进来 包钞 现在包进来 incorporation 那危险当然是他透过 国家暴力思想控制这些方式 让你不敢动 所以他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wage 一个是incorporation 一个是包钞 好 在这种过去的工会制度下 我们是厂厂工会 厂厂工会 是一个破裂的 破碎的呃工会结构 那这种工会结构是 那这种工会结构是 一家公司即便同一个老板 他分了好几个厂地 啊 分了好几个厂 但是每一个厂 都应该要成立一个工会 逻底上是这样 所以 一千人 他被分为十个工会 十个工会 里面就只有100 所以他每个工会 规模都很小 他也没有钱 然后呢 他又被这种 统合组织的方式控制 那他要往上呢 只能垂直单一整合 只有在区域的层级 只能留一个总工会 那 呃 职业工会你就不讲 他是到健保工会而已 那 呃 地方只能有一个单一的工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状况 一个破碎的 劳工 一个破碎的工会 呃 的状态 在水平线上有很多的工会 那往上只能集中在一个区域的总工会 地方总工会 那这种工会就是国内很多控制 好 制度性安排的效果是 呃 劳工的认统基本上 会以厂为家 那企业中的人生 那整个人生就在企业里面 职方决定了工会的规模 那就是这个制度的效果 那这张图是东美电子的抗争 东美电子的抗争 持续了九年 所以老板倒跑啦 所以 东美电子的员工就住厂 就占据厂房啦 那以后很有趣的地方 他们占据厂房 就把移厂回家 正正的落实了 哈哈哈哈 那在以厂为家的过程呢 很多的劳工他已经在外面打 已经去外面工作了 不然他很为生 因为老板跑了嘛 那有人占据了工厂 可是白天他还是要去外面工作啊 那他下班之后 会到这个东美电子这个厂 干什么你知道吗 看电视 因为家最重要是看电视 所以他就先来看个电视 看我说他再回他的家 那我说连在抗争的过程 这个以厂为家的思想动员 都是成功的 第二个 那最后他们争取到了 他们就掉了条件 好 再来就是 所以劳工的认同 基本上是以企业为主 以厂为主 那他很难跨越这个认同的方式 譬如说你是坐车床的 你认同的是你这家公司 你不是认同所有车床公司 你知道这个意思吧 但是这样 所以团结基本上是有限的 那公司只要把自己签 好几个公司出去 那么你的单位规模就被他所决定了 好 那有限的团结 在这种状况里面 只要是会员当然是可以 但是你会变成在工会里面的角色是会员 而不是一个劳工 这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你不是用普遍的劳工身份在工会里面 你是用会员的身份在工会里面 这个在概念上的不太一样 好 当然我们在1992年 新北 是以前的台北县就开始 打破这种地方区域总工会的方式 然后成立了台北县 产业总工会 为什么要叫产业总工会 因为以前地方文化控制都叫总工会 那我们就加了一个字叫产业总工会 所以产业总工会相对于总工会都是好的 在历史上来说是这样 好 慢慢北县产总 然后接下来全产总 还有团结工年 2007年 各种联合会都有新时代 新形态的各种的东西都出来 也说它被挑战过了 这是1998年新社会之梦 要成立全国产业总工会的时候 的一个照片 好 慢慢这些东西被挑战 单一工会被挑战 然后威权统维主席被挑战 都会可以自由组织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开始有新的真正的产业工会 真正的产业工会 是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所有劳工都可以加入的工会 而不是以你这个公司为范畴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比如说电电支 电支它是一个产业工会 你只要是在电子资讯 这个行业里面的所有劳工都可以参加 你不一定一定要在哪一个厂 哪一个公司里面才可以参加 那我们高教工会也是如此 我们高教工会是指在高与教育产业里面的所有的劳工 你是专任老师也好 你是专案老师也好 你是兼任老师也好 你是职员也好 你是约聘部也好 你是学生工读生也好 不管你是教学助理 研究助理乃至于行政助理 你都可以参加在这个产业工会里面 好 那我们就可以过头来看说 我们如何团结不同的人 如何团结不同的人 把这些各种不同被切割的 切割部分 不断被切割出去 分化出去的这些劳工 能够被团结在一起 我们才能壮大自己批量 所以即便你是承染的劳工 那么你只要在这个产业里面 或者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 你都可以进来这种产业工会里面成为一环的话 那不管你在这家公司也好 在那一家公司也好 你都有一个同一个工会的归属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的力量 劳工的力量 才是自己所决定的 而不是由资本所决定的 我们的规模 才是由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我举个例子来说 以我们高雅教育产业工会来说 我们潜在的会员应该有十几万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包括专政老师 五四五万 我们包括兼任老师 我们包括公读生 我们包括所有这些职业 我们潜在的力量 不过教育部的统计是 兼任助理好像有二十几万 好 假设啦 这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工会的规模 会有二十几万 不管你今天是 在这家学校兼任 在那一家学校做什么工作 你永远都可以在这个工会里面 那规模就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不是资本所决定的 我们这样的力量 才能够逐渐的壮大 才能够去克服 这种不断的被弹性化出去的 这种新自由主义 对劳工团结的破坏 所以我比较希望讨论的是说 过去统合主义的这种状况 透过新的劳工的组织方式 而且这个组织方式 也不是天荒烈谈 已经有人在组织 也已经在实践了 那会产生新的劳工认同 会产生新的劳工认同 因为这种新的劳工认同 不再是认同 我是哪一个单位的人 哪一个机构的人 不再是一场回家 而是我是认同 我就是这一个整个行业里面的劳工 那这种状况里面 它任务会相对比一致 扩大 会扩大一点 跨厂厂的 乃至于跨职业 它比职业工会还要再扩大 跨职业的 举个例子来说 在我们高楼教育产业工会里面 有老师跟学生 对不对 那老师跟学生之间 会不会产生冲突 因为有很多老师 会滥用学生 是不是 那两种人员 都是我们的会员 是不是 那这样面对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化理这个冲突 讨论的就是 你是劳动者 他也是劳动者 每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都应该被保障 从这个前提出发之下 那我们就有可能 共同面对一个新的状态 而不是说 反正你是学生我就可以 可以怎么样 反正你是老师 我就不用管你去死 也不是 那老师的工作犬出状况的时候 学生应该要死怨他 当学生的工作状况的时候 老师应该去支援他 因为我们都是 在同一个产业工会里面 在这种概念里面 我们的团结 就有可能再扩大 那这种 当然会不断的面临各种冲突 那这种 产业工会里面内在的冲突 是 我 它是值得的 好 再来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 重新思考企业工会 它内在的局限 并把它试图 产业工会化 从企业工会转向产业工会 这个韩国有非常多的例子 因为他们的派遣 非常的 兴盛 兴盛到一个结果是 他们的工会 会员不断的流失 因为全部都被窃出去 当派遣人员 他公司的会员就不断流失 因此他们被迫 韩国的工会被迫不得不 产业工会化 这样才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包进来 所以韩国事实上已经进行了这种调整 这个特别是基础工业 那把这个企业工会 整个产业工会化掉 规模就变集中 力量变大了 几年前来台湾抗议的HIDIS 对不对 那HIDIS是谁支持呢 是基础工会支持的 那基础工会旗下的一个分位 都是一个分部 要不然他一直小小的 他哪有能力跨海抗争啊 对不对 那是一个大工会在支持他的 那唯有这种状况 我们才能够面对一个 劳动弹性化的新的世界 那呃 所以我想提出来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EVIT 就是初入的话 那呃 我觉得产业工会的话 那也许可以从公共世界开始 那用大的呃 这个这个产业工会来养小的工会 培养小的工会 那呃 组织那些不断被切割出去的 他到目前为止 还是unorganized 还没有被组织在一起的 呃这一种呃 对被切割出去的这些 弹性化的问题 这是我的想法 然后提供大家给参考 以上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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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可以来来来来来 好 嗯 其实 今天他们两位还是主角啦 我本来以为我是主持人 对 所以没想到说来冒出一个人说 他要当主持人 对 那我就 那人也要一直理谈 好 那两位刚刚我都 呃 其实谈好我都非常的同意 好 那我就用一些 比较有限的时间 希望我不要谈太多 好 虽然刚刚 嗯 熟人从 台湾实际发生事情 整个过程 包括问题的描述去看出 站在工会从事者 对于问题的角度 的看法 那阿亮又 又把他拉更远了 从台湾整个 工会组织 工会运动发展 一直在 看今天这个时空 工会应该何去何从 那就请我 就请容许我用 别的角度 有点在对话他们两位 那么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 其实对于工会运动来讲 吴宁是一个 呃 非常负面 或 相对来讲 比较 悲观 就让我总统讲一下吧 今年是2018年 如果从新自由主义 从 理念 理论 走到政治 今年刚好40年 今年最高好 新自由主义 所以 我当初在设计由 他们两位单纲的这一场 我才想到新自由主义 好 新自由主义 1979年 正式踏上政治舞台 如果我们先 抛开 像刚刚阿亮所说的 很多人认为 全球化 19世纪就有人 那么 意志大战 或者全球化 規模 也比后来来的大 等等 没有错 新自由主义的思维 不是 后来才诞生 很早就有了 但 如果我们真的把 他从理念 从理论 说法 跟某些人的期望 变成政治的一部分 1979年是关键的 到今天刚好40年 刚好 1979年 才起了夫人盛雪 英国保守党 雷根 孟和党 盛雪 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我跟伊朗说 1979年大概是 影响到今年的世界 最重要的一年 1979年 伊朗的宗教狂乐分子 在德黑兰 攻进美国大使馆 那么 绑架 所谓的美国论子 197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9年所造成的 这个国际局势 特别是所谓 中东问题 一直到今天 后来的 许多恐怖攻击 反恐 美国势力的介入 波斯湾 都跟1979 投票关系 1979年 是我们说的 东欧共党政权 垮台的前兆 因为教宗 弄奥保路六四 波兰裔的人 当上教宗 大家知道 社会主义国家 是无神论 可是呢 自己人 当上教宗 怎么 怎么能够不欢迎 教宗回来呢 波兰 共党政权 也经过很久的犹豫 最后同意让 洛宝保路六四回波兰访问 在波兰激励了 这个 格戴斯克列宁船屋的工人 那有些工人就开始觉得 应该要做些什么 其中一个领导者叫 华勒沙 那么东欧的 东欧十一年后的垮台 跟1979年有密切的关联 1979年 中国在毛泽东死后 踏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邓小平指定 往东省一个沿海的小渔村 说以后都从这里试点 他讲出了他有名的 黄猫白猫 外包老鼠就是好猫 他没有讲黑猫 他讲的是黄猫 当时记载的人 把他写成黑猫 所以才有一个不同的讲法 那个试点今天叫深圳 所以1979年一直改变到今天 整个世界在改变之中 必须说 这个改变对工会不是什么好消息 从1960年代 这个欧洲统和主义最高的 最高峰的时候 工会最强大的时候 从二次大战 1945年后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 不断的经济奇迹 经济起飞 每年工资上涨率都以超过 百之八的比例不断的上涨 那1967年 人美云南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 就是以色列开战所有阿拉伯的回家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消灭埃止空军 把叙利亚打败 那么阿拉伯国家决定用石油经浴 回应欧美世界 人美云南战后第一次面临到有经济危机 这个危机到了十几年 1979年代因为再多朋友都很年轻 这些名词大概只有我跟明同听过 1979年代的名词叫做民主失灵 政治失灵 经济失灵 市场失灵 1979年代是什么都失灵 所以才会迎来79年重大的改变 工会开始即胜额栓 我还记得我1992年去德国的时候 我参加了德国金属工会 会员有305万人 我1999年离开德国的时候 会员剩240万 单单7年少掉70万人 工会不断的失去它某一种 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力量 那就让我用几个事件 来跟大家 我也想听听大家的看 因为我在过去几年 很多不同场合的演讲 都会用这几个案例 我先用两个德国案例 再用一个台湾案例 看看在座各位朋友 你的想法如何 都跟我们的主题有关 德国靠近捷克边界 有一个陈衣工厂 德国今天已经没有陈衣工厂 德国靠近捷克边界 有一个陈衣工厂 在1994年的时候 工厂老板突然召集人工 说我撑不下去了 边界外的捷克 捷克人吸水是你们的七分之一 我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没有任何做假 我也没有掏工 账目可以给你们看 我们本公司快倒了 但大家既然合作这么久了 感情有点深厚 那我给大家一个机会 从下个礼拜开始 所有员工每个礼拜 帮我多做十小时 不是十小时没有加班费 而是十小时连吸水都没有 大家帮我多做十小时 我工厂继续维持 如果大家不愿意 那很抱歉 我只好关闯到隔壁捷克去 然后呢 这家工厂的员工 经过密集的讨论 最后赞成老板的提议 这在德国是很不寻常的 决定站成老板 说我们帮老板多做十小时 不是没有加班费 而是连薪水都没有 完全白做的 其中只有一位工会干部反对 只有一个人反对 结果呢 大家同意的老板存后 我就不说法律问题 他在法律上有点复杂 涉及到团体协约 这些员工代表会跟资方所签的 厂厂协定 跟个别劳动契约 公使和公使法 但法律上很复杂 我不准备讲法律的问题 我就讲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 全体劳工都赞成 除了一位 一位工会干部坚决反对 说团体协约既然规定公使多少 我们不可以延长工作 既然延长工作 不可以没有行程 老板完全违法 这位工务干部 顺便转头去跟同媒说 你们都违法 你们伤害了 我们劳动者的尊严 你们如何如何 大家可以想象 然后呢 过了一个礼拜 大家延长工作十个钟头 完全遵守跟老板的提议 那这位反对的工会干部 弃而不舍 就去法院报 要老板跟他其他全部同僚 不能做这个事情 最后法院一路判决 都判决这一位工会干部 不胜诉 法官依法审判 虽然我们台湾 比较不一样 台湾司法项目月亮初一时 不一样 但是 德国法院依法审判 一路判决 老板败诉 这位员工胜诉 老板就在法院判决确定的隔天 官场到杰克警 这个案子在德国引起很激烈的辩论 大家不需要关心德国人的看法如何 我问各位看法如何 如果是你 赞成我帮老板多做十个钟头 因为老板确实生不下去 我们说确实生不下去 我们先不说老板是假的 老板骗人 我们先不说这个 愿意多做十个小时交换 我继续保有工作 我们真实的讲 赞同这样的举手 好 谢谢 相对的 另外一个姑娘 国教姑娘 愿意对抗老板跟全体同事 坚持到法院去 得到他最后的正义 只是比较调格的 最后的正义变成老板官场 德国今天没有成衣工场 认为 虽千万人无往里 我应该这样做 认为这样的举手 谢谢 如果允许我说 因为我站在台前看得比较清楚 赞成反对的几乎人数相当 没有哪一边明显比较多 没有 这个案子在欧洲与其非常大的震撼 非常大的震撼 在当时 德国最强大的 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工会 就是我说的德国金属工会 主要由汽车跟钢铁工人组成的 大家所熟知的B4 B&W 浮世汽车工人都交了个工会 这个工会就提了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 我们很难翻译成中文 我通常翻译成为劳动洗手 B4 B&W 为劳动洗手 那工会 别忘了全世界最强大的 也是德国最凶悍的工会 他提了一个提议 提议是 我承诺三年不加薪 交换老板三年不裁员 三年不加薪 交换老板答应三年不裁员 贊成的取手 觉得工会这个提议可以支持 因为老板最后答应了 认为不 这个不是就掉入了资本的逻辑吗 资本不是不断的告诉我们 加薪 对不对 资本不是不断告诉我们 加薪会影响企业竞争力 加薪会提高成本 而我们工会不是一直声称 加薪不会影响竞争力 加薪会让大家更努力工作 加薪对部族有利 对不对 所以德国基础工会的左翼 工会内部也有左右之分 德国基础工会的左翼 结合一群劳动学者 劳动法学者 包括我在德国的指导教授 坚决反对工会策略 认为你这个策略 三年不加薪 交换三年不裁员 是掉入资本不断宣称 而你反对一百年的逻辑 坚决反对 我刚刚给问过了 我能不能再问一次 你认为如果企业愿意答应 我愿意以这个来交换 认为这样的举手 所以大概有五六位的朋友 相反的 你觉得不能掉入那个逻辑 我仍然要求每年加薪 德国基础工会 事实上每年不管企业获利如何 他都要求三%以上的加薪 几乎每年旅行性的 大概都在每年春季之末 我们叫做先驱诊 大概都是由斯图加特附近的 賓士汽车开始 就叫先驱诊 德国一年大概会签25万份团体协议 25万份 别以为德国工会每天很忙都要签台协议部 大家都在等四月份的结果 冰士汽车的那一块 只要达成共识 大家都比赞 他们加薪3% 其他工业的老板 也没那么辛苦了 就答应你3% 这叫Planet 就是谈判先驱者 这个问题很难 你反对 坚决反对 我觉得不能掉入资本的逻辑 加薪不会影响企业竞争 就是认为这样的举手 比刚刚前面稍微多了几位 所以各位 谢谢 所以各位 我必须说 阿亮刚刚谈的我完全都赞成 但如果回归现实 这是一个两难 这是一个两难 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的 没有那么我们觉得对的 我们一定可以要到我们所要的 抱歉 现在不是在比赛道德高等 不是 整个政治经济社会体制 旅行总告业相对复杂的程度 我跟他分享一个台湾的例子 因为我不要讲太多 我再跟他分享一个台湾的例子 我就最后 试着跟阿亮刚刚的结论 做一个简单的对话 台湾也许大多听过中传再生 中传 在蒋军国十大建设中 跟中刚必列为模范的中传 没想到中刚后来蒸蒸日上 每天开门一天都赚两亿 中传美旷遇下 完全无法抵挡 特别是韩国的造船的优势 没有无法抵挡 连郝伯孙当参谋总统的时候 都要把韩国造船敞出的卫山舰 解释我们台湾人这里都只能 我们自己军舰应该国造 怎么过去买卫山舰 后来还有一些弊端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那么中传再生 当时面对一个难题 积极复国营会 经过长久的研究了解规划 最后要求中传再生 如果中传不再生 那抱歉 只有破产关闭一途 没有别的选择 好吧 那就来再生吧 那如何再生呢 就请我比较模糊的讲 因为我现在有点不足 我今天精神状况不太好 因为我在四年一度 四祖赛时间精神状况都很差 待会让我去睡觉 不然没办法看半夜两点 一平一半倒大战 各位 那个 那哪里 中传再生 中传再生 我不是 我算是那个 我是我前面讲到哪里 章传再生 章传再生 各位 我现在不太冒出那个精确的数字 容许我模糊地讲 中传再生 当时经济部通过的方案 大概是这样的 裁员将近一半 剩下来的人减薪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 然后工群起激愤 工会群起激愤 记忆部说大家先不要紧张 你们先来看看我这个方案如何合理 合理的话呢 裁员谁 留下谁 谁减多少 你们决定 你们决定 我完全没有意见 经济部 我没有意见 中长高层 反正国文系列 很多都是派台派军 很多都是空降 我更没有意见 记忆部呢 在劳工群起激愤的时候 连忙说 大家不要激动 你们决定 你们决定 那工会接下来 就开始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那段故事有拍成纪录片 中传再生 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副标题 里面的许多工会干部先打架 要留我 不要留你 我不要点心 你点心就好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会面对难题 我们会面对困局 小到企业 大到政策 大到政策 我最后 简单对话 阿亮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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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是主持策略面 我的看法是 新自由主席走到今天40年了 他的很多弊端 他造成贫富差距的悬殊 他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所谓的 弄阻力排除 的 的严重化 我想 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 但我们面对新自由主义 邏輯之下的全球竞争秩序 是否毫无选择 如果有选择 公会要扮演什么角色 我只能够很简单的说 公会大概没有办法 只停留在一昧反对的 公会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策略 刚刚阿亮有一段话 我觉得我个人非常赞神 我们不是要反对谈性化 而我们是要追求 我们对劳动的有力的谈性化 别忘了 现在1980也在叫个人化 时代的到来 年轻族群 再到我们个人去没有 年轻族群的 团体束缚 团体意识 集体主义 都已经远远跟前面几个世代 差别很大 那别忘了 今天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 不是劳工越来越多 而是劳动者越来越不是劳工 数位经济平台 各式各样的非典工作 阿亮提的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非典工作 都让传统上指引那种制式劳工 作为组成分子的工会面临很大的困局 对我来讲工会必须要先从了解问题开始 并且提出什么叫做对劳动的有力的谈性化方案 如果我们提不出来 如果我们只有反对 当然别误会 我是说那就赞成对方的 美国有句实话说 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打败不了对方 那不然就加入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说 如果劳动者 没有办法在阿亮刚刚说的团结基础之上 提出一个务实 又对劳工有力 某个程度 又要考虑到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 如果我们提不出这个东西 那我告诉你 通常喔 混账到最后 败的比较是劳动者 比较不是 我们也许苟苟苟生生 这个可恶自己的资本家 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就从个比较务实的角度 我觉得工会在组织面 就像阿亮刚刚说的 但在策略面 在大到国家政策 下到个别企业的经理策略 我们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 就是产品特性对于劳资关系的影响 为什么 你很少听到某个手机产业有强大的关系 为什么你听到都是汽车 化学 为什么你听到都是这些 你为什么很少听到哪个服务业有强大的关系 为什么 跟产品特性有关 所以组织很重要 但也许也不能忽略的是 面对不同的产品特性 包括内国市场 包括国际市场 包括全球市场 如果找到一个策略 我觉得 不算是异想 我虽然也不是工会运动者 但我觉得 从事工会运动 关系这个议题的人 应该要想想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好 而且他的老师 谢谢 OK 谢谢三位提前者 我想 加尔的意想 即使经济约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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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所以我也非常客气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也是在1970年 我还没有在认识 我1980年在认识 我那个时候 其实工会的团结 做了相当大的修正 因为那时候 其实包括partime job 的工作 他们事实上都不接受 因为工会这样一家是很强大 可是他们那时候为了 让比较少的人被被发扬掉 所以他们做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团结 就是降低整个工会的 包括加息的这个福利 但是他让更多人留在这个圈子里面 那以往的话 圈子外面的这个环节 因为他那个整个环节是在这个工会里面 我想这个背后的那个经济的 他面临他们经济的困境 在欧洲至少在西欧是全面化 也就是说不是单一产业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放 给各位再对这个问题 那也许待会起身可以做个补充 如果觉得加个奖的不够过瘾的话 你现在做个补充 最后晚上再点点就对了 好 我们现在先开开第一个一次 不好意思 今天有个问题 就是想讨论一下就是 我觉得就即便我们的记录是 就是物理器 然后我想了解的事情是 像未来我们接触到像 AI或是自动化或机械的过程 在我们这个叫 新建领域可能会有些想法 那我想理解的事情是就是 比较少听到关于现在工会 对于未来比如像AI或自动化 越来越普及的一个看法跟测试 我想要想请问下就是 现在关于这个部分 现在工会或是各个社会工作者 对于这件事的设备跟看法是什么 想知道台湾就是那样的一个方针 就像这样的 谢谢 故意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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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信 特别有一个印象就是说 因为高校公会他可能抗争的对象 可能争取的对象其实是 因为大学的管理者 他其实本身他是大学的职员 他本身并不会说 透过压榨大学里面的劳动者 然后把钱放到自己口袋 基本上不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高校公会他抗争的对象 其实基本上 背后最后会回到大学里 所以我只想好奇是说 可能是政府 那政府在背后就是纳粹 他只是好奇说 像这样子的运动路线是怎样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比较特别的是说 通常公会跟资方在争取利益的时候 通常不会去管说 那个资方他的钱从哪里来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 我有看到高校公会的新闻 高校公会居然会去 居然会反对大学调账绝费 这件事比较特别 那我看到他的提出的 那个高校公会提出的想法是说 透过加税 透过加税来应应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不要争取 不要加学费 然后通过加税的方式 增税的方式 那这部分我觉得比较特别 那等于说 跟一般传统的公会运动路线 比较不一样 那这位也请教一下 我们再来 再一位 我先请教各位 就是大学的经验讲师 不管是哪一个层级 就是经验老师 没有健保 没有劳保 没有劳退的这个问题 请教各位 你们觉得要怎么解决 需要加入哪一个职业公会 或者是加入刚刚陈正亮老师说的高校公会 谢谢 OK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回答 好 上面有 要每个 每个 对对对 你就觉得可以做 那个AI AI 也可以 没有没有 物理系的 他知道Photoshop是什么 那是AI吗 好 高校公会的主张是 他的整个 公会的主张是 高校与公共化 所以他并不是单纯的主张说保护劳动者 保护劳动者是我们认为促进高校公共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最重要是为了要让高校更公共化 那换句话说我认为现在高校是更公共化的 他可能是相对越来越倾向于市场 越来越市场化 当然也有人认为是用商品这个概念 商品化这个概念比市场化更好 但是我认为用市场化相对很好一点 所以我们判断我们第一个意思说 现在的状况其实是高校在市场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把它拉回到更公共的角度来理解 那他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提供给每一个公民的公共食物 他不应该是变成一种商品 那在背后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逻辑是 就是在台湾这种小国里面 要能够在这种团式的大的竞争环境里面生存 我们只有靠我们普遍的人才 这才是我们能够唯一生存下来的方法 而普遍的人才呢 他只能透过高教的共共化 就是由国家提供比较好的 有一定水准的教育 才能够产生出来这些人才 是这样 所以我不认为 应该要让他走向商品化的逻辑 但走向商品化的逻辑 或市场化的逻辑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高等教育事实上是在培养 越来越多的钱投注在前端的学校 越来越少的钱放在后端 那些后端的很多学生基本上就是被放弃的 可以从这角度去理想 事实上是 这些现在面临官场 学校这些学生都是偏向的学生 他已经被放弃了 在我们现在的团队里面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去上升我们的学费 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结果 就是这两段会越拉越严重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我越没有请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购买教育的商品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要 这个去 这个 单纯是为了保护受户者的群民 不是这样 不是任何高教育要公共化 那为什么保护受户者的权益 是高空化你的作用的手段 是因为 当我们把里面的工作环境保护好的时候 我们教育的品质才能够提高 你整天他老是担心东担心西的 然后整天在搞一些绩效 假文字游行那些玩意儿 你是搞不出什么好教育成品的 所以 所以高教育会管很宽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 你可以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行业吧 跟公共比较相关的行业吧 跟这个比较相关的 当然还有媒体业 它是跟公共利益比较相关的 教育 医疗 这些社会工作 都是跟公共利益齐齐相关的 所以在这种公会里面 你应该要面对的 要去说服的 是整体的社会大众 我们这个公共会存在 是为了所有的人奉福利 而不是只是为了受护者而已 如果受护者的福利提高 能够让所有的人的福利一起提高 那才是我们追求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高教育会的目标是高教公共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今天老师的问题 今天老师的问题 在播放月要上牌的时候 他承诺要让我们今天老师加入劳基法 纳入劳基法 就不再排除了 但是很可惜 郭浩玉很快就下台了 他是不是承诺说下台之前会完成 但是他下台来得太快 算他要落下 所以今天老师后来没有纳入劳基法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教育部分 对了今天老师纳入劳基法 他那个纳入劳基法之后 会有很多不适用之处 就是 不适用劳基法里面的 休假请假规则 不适用劳基法里面的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列出了一堆 但是很有趣的是 勞动部曾经 在教育部还没有反对之前 就已经做出了 这个 一个 一个标格 告诉我们说 这些都不是理由 今天的老师应该要纳入劳基法 好 所以是教育部反对 不是 那我们一直在争取 不要纳入劳 公会一直在争取 好 再来 你讲他有没有健保 他有健保 所以如果你的学校没有帮你保健保 他是违法 那你可以跟公会检举 公会会发给学校 学校如果保 那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 从哪一年开始 从哪一年开始 四年前 他本来是没有 因为他认为 他有一个标准是说 12小时 中工时12小时以下 那后来 兼任教师被排除在这个警示之外 所以换句话说 只有兼任教师在中工时12小时以下的 这一群兼任教师是可以纳入健保 而且职方就是 你的学校 他就是雇主 他应该要赴 好不好 当然你也要相对付这些人 好 12小时以下 你不用管这个 今天老师可以加入健保 就是如果你学校没有帮你保 那他就是错了 他就违法 好不好 就帮你保 帮家公会 老保也是喔 老保 不管你在哪一间交 你在三间交 三间都要帮你把老保 好 如果没有 那也是错的 好不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寒暑假经常会被学校中断 对不对 因为我们健康老师 还暑假 可能就没有上 他们有点中断 那教育部在我们抗议之下 他公布了一个 专科以上的健身教师 那这个评估办法 那这个评估办法里面 他有规定 如果你是上下缺席 你是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他中断应该要帮你保 老健保 但是很多学校都没有这样做 对不对 你不主动提供 好 这个也是你可以找我们来处理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有的学校可以9个月 可以9个月 进去有的学校可以11个月 大部分都可以9个月 是 非常小数 可以11个月 唉 对 对 我们当时争取是11个月 我们还要加年终奖金 还要提高重点费 那当然这些 就是一方面健身教师 也不是那么容易组织 我们可以加入 台湾高楼教育产业工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待会我们国圈还是在 国圈不开心 没有他带小孩子去 那我先补充一下 那总的就是 因为我们是产业工会 那现在规范上 产业工会 不能够投保 投保成是透过职业工会 那 那寒暑假这段时间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你可能还是要去 保一个职业工会 这样才能够 呃 那你就自己去找 有些人都乱保 你买上长大的勾气 厨师 很多都愿意收 很多都愿意收 很多愿意收 你要缴会费 你要缴会费 还要代办费 那您的 我们不能够帮你 我们会员会费 您的工会 好 我们入会费一次 就一千 就一生就这一次了 然后再来 再来 再来 兼任老师 兼任老师呢 一个月只要五十块 所以一年只有六百 我们这人家做工业的啦 ok 待会直接就往上上入会 好 好 那个 我 我就 只会拿那个 物理系 好 物理这位的就是那个 AI跟工会4.0的工会的因应 呃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其实这个 欸其实 姜云老师也写过文章 这个 工会4.0这件事情 或AI这件事情 当然是工会应该面对的问题 那在很多行业 特别是 其实我们很 我们以为很传统的行业 比如说 零售业 事实上他完全可以用机器取代 人工 对不对 就是上架啊 什么归类啊 那个离货啊 这一类的 比如说 这是我自己的卫人工会 比如说我的卫人工会有银行 然后呢 当我跟他讲说 欸你这个 你很快的就是 这个网路银行 加上这个网路银行 你都没有自在必要行的时候 他说 啊 你不用那么烦恼 没有那么快 我们有很多专业技术 是不可取代的 那么呢 当我跟保险业的工会讲说 你知道 日本的这个 保险业的这个工会 已经在烦恼一个问题 因为呢 我们他们正常的理赔键 有百分之九十 可以透过 那个就是现在 就是说 人工智慧 就合保了 剩下的人 只要处理百分之十的异常键 有百分之九十的键 都可以不用透过 那个合保人员 合保的时候 理赔人员 理赔的时候 请问他百分之九十的键 就去找 那么 或者是我们媒体业 我本来觉得 这个完全是一个 大脑智慧来知道的行业 后来他们也跟我说 不是 比如说 体力新闻 财经新闻 甚至我们有绝大多数 现在我们上的新闻 可能也不是 人的智慧产生的 或者人上产生的 但是没有智慧 然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作为公会运动者是焦虑的 就是他现在不在我们工会的日常 agenda里面 他不在一个大家意识上 觉得应该要马上去面对 跟开始要进行更大的团结 更进步的组织 然后更快速的回应 是还没有在这个里头 所以比如说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 因为你看我们前面两年都花在 跟政府鬼打墙的一个时间上面 然后这个打墙不会 这个经典鬼打墙就算了 因为明年又要鬼打墙年金 老保年金 所以呢 显见公会运动也会一直在这个里头 可以在鬼打墙很长一段时间 那我只能说这个 从我的立场 我当然会 我没有solution 我只能说我们不断的push公会 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而且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违避的 以及刚刚其实正亮跟我们 正亮的后段 也是我们想要提的就是说 对于未来有没有新的总工会的组织 这个总不是形式上说 我们要组一个全国总工会 而是说未来的新的工会 在是不是要开始这个处理 面对以及开始事实上是迎上 然后上次追赶上这些意图 并且是我们可能过去没有组织到的 或是我们旧的工会 或是我们旧的工会 把脑袋困过来 开始要面对这些事情也好 对 你跟你的老板 真500块的奖金或1000块的奖金 没有用 你的老板呢 里面就不在了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就消失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 对还没有做 而得要趕快做的事情 谢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想到的是三个不同的层面 我先把AI跟新经济平台模式要合在一起来 不能只谈AI 要跟新经济 例如数位平台经济模式 这个两个要合在一起 AI主要是来进行美国两个研究者的预测 他们认为未来15到20年会有第一波AI场 接下来会停留大概20年 要克服技术上动到障碍 再会带来第二波 所以他的预计是在40年后 40年后呢 美国市场会有六成以上的劳工没有工作 当然啦 大部分的评论都认为 这两位研究者的预测太夸张 虽然他们看到了一个趋势 但应该没有那么高的比例 那40年后 台湾应该是2058年 那2060年 根据国发会的资料 台湾降广国 所以嘛 不许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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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降了2060年 人口账只剩1600万 然后呢 65岁以上 人口账占41% 15岁以下 占9% 我们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人 将会 不会被记忆体系纳入 所以国发会的增加是 我们应该会亡果 所以呢 那就算了 大家不用太在意 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第一个词 那是劳动市场 如果 就算没有两位研究者 说的那么严重 但 冲击恐怕无法避免 好 也许没有这样 1995年 旧金山 世界厂关学 精英首说的五分之一社会 就说嘛 各国 越进步的国家 将越走向只需要五分之一的人力 五分之四的人力 都会被进步经济体系认为不需要 第一个 劳动市场的因素是 五分之四要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那有各式各样的提议 有人认为 让他们做社会福利工作 让他们做人的服务工作 因为人的服务工作 不会被AI取代 例如长期照顾 例如很多 然后呢 Roger Life都做符号分析者 有各式各样的预测 那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如何让过去我们认为 无偿性的社会服务 志工 义工把它有偿化 我经常举例是 以后不要再有交通 岛户 爱心爸爸 爱心妈妈 全部给事业者做 然后有报酬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层次就是制度问题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如果没有工作 或不再是我们定义的劳工 而是劳动者但如故事 该怎么办 那这个欧洲国家 已经都有很多研究在准备 德国跟法国推的东西 叫做个人劳务账户 以后不要再 或不需要再 或也很难再 我叫我的屋主帮我头发劳健康 而是任何以劳力 来交换报酬的人 国家都让他直接让入国家的社会保险 这样我们就不必一直在在意 我的老板是谁 我老板在哪里 因为这个趋势是倒过来的 第二个 从制度上 德国法国这两年有非常大的突破 那北欧国家 有些国家用无条件基本收入 一个是社会保险 一个是社会给付 不同手段 第三个层次自然就是工会问题 工会的前景恐怕没有很乐观 没有错 从服务业社会 198年以来之后 服务业社会代理就可以发现 服务业就算不是无工会的场合 至少也是 工会运动较为消极的场合 那台湾更是如此 所以未来的工会会面临很大的冲击 要不我们很多原来是会员的人 不再是劳工 要不失业 要不继续劳动 但不是劳工 新兴进来产业的年轻人 下个世代的人 对于工会保持距离 觉得个人比较重要 这个工会都是挑战 一挑战当然要努力就可以 刚刚两位都谈了 你想谈不上补充 我想谈不上补充 就是刚刚各位讲的非常清晨 我比较有感觉巴士 加安针对加安针的案例 我觉得从德国的那个 城里长的案例来说 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的 所谓的工会成员 所谓的劳工 他愿意接受资方的条件 只有一个反对 我觉得这非常值得观看 我觉得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在于说 就加安针其实也有带到 就是说 资方老板把工资的财物 我想包括经营策略 也都是开诚不公 我想这个开诚不公 可能也不是在 那个单一事件而已 应该也是一个长期的 我们讲产业民主的这个 这个就是人工 他参与公司的经营 买是对公司财务的 透明度的掌握 他有这个条件 我觉得因为有这个条件 所以相对 让公司在遭遇重大的 一个基础上的挑战的时候 他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弹性 不像台湾可能就是 就是老板就直接绕坡 然后接下来 面临那个观察的功能 靠着 他不是这样一个局面 他有一个弹性产生 这弹性其实是长期的 这样一个 员工参与公司的治理 所对公司状况的一个掌握 的一个这样一个信任感 我觉得有这个条件在 所以这个产业民主乃至 比较 产业民主的另外更极端 就是经济民主 就是合作社的一个形式 那这个产业组织的一个条件 其实是非常重要 这也可以是台信的一个来源 那另一方面说 劳工跟资方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非常喜欢 欧洲一个概念 叫做社会的运败 他基本上应该是伙伴关系 在台湾我已经很初悦 把它理解是一个对抗的 劳资对抗这样的一个关系 事实上 我说是用社会伙伴的关系 来思考这两者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是一个伙伴关系 首先他们必须平等 因为想 资方要赚钱 他一定要好的 劳动力跟技术来源 那他共同面对的是什么 他共同面对的是国际竞争 所以刚刚加尔讲的说 今天工会运动所遭遇很多的挑战 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国际竞争的这个格局不一样 所以在 那问题是新自由主义 富与资方一个占上风的一个条件 就是 那个可投资的国界开放 所以资方占上风 因为他有出走的一个选择 可是劳方没有 所以相对的 因为劳方不利 在这个时代的结构下 所以劳方特别需要团结 像这样讲的 这个团结的一个重要性 可是团结 它不应该是一个 苍白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今天我这个公司里头的员工 像加尔刚刚讲那个中传 再生的例子 就非常好 当让你们工人自己去决定 怎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一个很血腥的一个斗争 甚至你可以用屠杀的状况 在台湾这个场景就发生了 所以团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它是说 我们为了捍卫我们自己本身的利益 那这样的一个逻辑 跟价值观 跟资方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不是 所以其实团结的概念 它应该是拉回到 社会理体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就是平等 人跟人之间的平等 所以我们在 比如说我在看北欧的一个 整个工会运动 或劳动市场的发展 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在说 他们的团结是运用在说 去支援 整个国家的整个系统 去支援最弱势的 在劳动市场里 最弱势的 的那个族群 包括父母 所以这个团结的意义 其实它必须有一个 更深层的一个价值观 更有更那个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样一个团结的意义 所以 他们就发展出 我们在一个团结的概念之下 又要面对了 国际竞争力 可是我们这个团结 其实是为了实现内部 所有成员 这个生命共同体 成员的一个 共同利益 的这样一个 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就发展出说 那重要是 这个团结 不能是苍白的团结 它也不应该是 救济式的团结 我们要想办法 让这个生命共同体 里头的一个族群 包括说 在劳动市场里头 最弱势的族群 他们的什么 竞争力要把它拉上来 所以它发展出 所谓学习型的经济体系 所谓学习型的这个劳动体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 包括台湾 我们今天共同面对的 公共运动的一个困境 我们可以说困境 其实你应该去思考的一些错误 我觉得这个方便很像 谢谢 OK 那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AI的 我们在 大概是去年 我跟启征有一场 就是针对社会允主的经济体系 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 那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精神 就是 怎么样让一个经济体制 它又一定程度的创造力跟竞争力 可是它又能够兼顾到 避免掉新自由主义里面 那个彼此的活销 还有拼物差距的这种扩大 然后让里面这些人 事实上又一定的创造力 所以那时候我们提出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经济模式 就是以进步价值为核心的创新经济 也就是说进步价值 它不只是一个burden 我们通常是讲说 劳工权益越好 对资方来讲就是burden 你越平等 对我来讲 对资方来讲 就有没有竞争力 我应该就挑最包干 或是最有productive的 实际就来做竞争 就是传统就是说我们在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想法里面 我应该用效率跟cost down这个角度 来看这个经济体系的力做 可是有没有那种经济体系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 比如说看为什么有一个国家 他在工作时间那么少 可是他东西卖那么贵 很多人都卖他的东西 他毛利率又那么高 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会造成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说包括德国 包括北欧国家 甚至在面前全球化的时候 他们有做一定程度的调整 那回到AI 我补充一点 就是说这个东西当然可以谈很多 讲一个最简单的意思是说 我看到一个德国 事实上是他们的政委 跟经济 就是跟工会一起合作的 一个对工业4.0的一个抱 他是一个人文学者气管 跟一个工业与他们合作做一个抱怨 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是去看 就是他们认为工业4.0是要去研究 或者去创造一个人 跟技术之间的一个 比较创造性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不是要去取代 他跟自由化 他跟那个自动化是不一样的概念 他不是只是说我 台湾很多人想往都说 我全部叫机器人 一天到二十小时 他还会弄到霸空 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工业本身 他作为要保持一定的创造力 是应该要避免掉 让劳工去做一个完全是从物性的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条件 他避免肮脏危险 但是他必须要跟机器一起合作 他才有办法产生创造力 但是要做一个 又能够在工厂的一个第一线 产生比较高品质 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 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个很重要的 我刚刚还有找 没有找到就是说 那个机器人 大家可以去看德国的机器人 他基本上就是要以人 协作的机器人 让他发展新的技术出来 就是因为人跟机器一起合作 最大的问题是说 关于机器突出的时候 你就被机器压编 所以他就产生很多的technology 很多的sensor 就当你人稍微碰到 你的肉稍微碰到一下 他就缩回去 他能区分你到底是这个肉吗 还是螺丝币 他有一个非常很有意思的那个 一个影片 就是一个帅哥 一个engineer 跟一个美女在那里讲话 就他手放在那个机器上的望 就那个机器一直拉下 有个碰碰到他的手 他就立刻停住 他事实上就在告诉我们说 他去尝试用这样的co-value driven 的一个technology 发展出一个新的technology 他照顾到人的安全 让人可以跟机器一起工作 可以做一个更复杂 更有创造力的工艺 都不只是一个非常低阶的 不断的劳力密集 那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 事实上是我要回应 就是说 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的教育系统 什么样的一个工会系统 是来面对这样的一个 新的经济体制 有尊严 但是有创造力的 把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拉出来 那同时也面对外界的 这个经济的这个需求 其实我们讲的时候 所谓的异想跟出入 很多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里面其实包括教育 就要进去了 很多的国家的同志 就要进去了 我不是说 等到你明天快失业的时候 你就奥了 或者是完全有私人的这个产业 所以这里面当然讲起来 有很多很复杂 很多情况 那我只是说大概简单的补充一下 包括在AI的部分 还有AI 其实你不要相信它 在很短的时间 它马上可以变成真的是 啊的确 就人工的 它可能比 不用这样讲 就比很多决策者 它更有智慧 也许吧 因为它比较理性的功 但是 要做创造力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还是很差 我们讲说 人工智慧就是 人工做的智慧 并不是说 它有人的这个智慧的部分 而且那智慧 有Spectrum很寡 对不对 其高跟其差 所以我在这里面 其实是 我们讲说 也回应了刚刚有朋友的 公共化的 这个教育公共化的必要性 你看北欧上这些国家 或者是在欧洲的大部分的国家 他们认为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social investment 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投资 他们不只是针对权利的保障而已 也是包含他们对于国家的竞争力 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 那这跟美国非常big scale 就是很大的一个scale 教育体系不一样 而且美国不要忘记说 基本上 大概全世界比较好的人 都会去那边 去那边有所用 有的是大学毕业以后 我们在这边训练好后 他挑最好的人 他去使用 那现在慢慢慢慢变少 我大概简单补充 这一点 我们还有时间可以 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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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嘉雅老师举了个例子 但是 的确 他举了几个例子 他的确是让我意识到 因为新旧主义 我的想像就是 他就是一个 可以移动的直屯 然后化合的直屯 但是这个例子 这样的一个形态 以我们最熟悉的 那个Hydis的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知道 韩国他们可以这样跨国 来打这个工会是代表 不是说我们国内这个 起码的侯卫 他是起码就是比台湾多很多倍 但是即使如此 他在丁丁这种 Hydis这样的一个例子的时候 他还是上掉自杀掉一个 就是说他那样子的一个 就是他无法预期这场 跨国的战要打多久 然后打到最后甚至 就是说 我从刚刚提到 德国的例子就是 他甚至无法去预测 我要这个星座主下 这个跨国的这个帐 是不是他们也没有预测 我到底要付出 工会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来打这个帐的时候 这远比刚刚 德国的那个例子还来的 如果今天 就是说好 我三年不涨薪水 那我三年不调薪 但是我来换你三年 我不被拜了 我现在用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事后聪明的 来去问Hydis的这个功能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的工会 当初到底有没有去预测到 这场仗要多难打 那我其实 我要反思的是 就是我们目前台湾 就是这个工会的状态 因为现在开始似乎有那种 美国商会 他可以直接要 中华民国政府 要改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到底我们目前工会的状态 我还想去location 这样子 我们能不能去处理Hydis 那当我们面临Hydis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目前的工会 能离因应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有多远 那第二个就是 像美国商会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到底工会能做的 就是不只是制约这个所谓的资本 或者是老板 而是制约政府的政策的时候 到底我们这个就是还有多远 因为似乎还离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状态 我觉得我们可以走 然后谢谢 是不是还有其他 喂 三位讲者你们好 就是 因为刚刚有谈到 就阿安老师有谈到 那个 劳动力 谈性化的部分 可是我想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要 呼吁到 台湾的一些现实的状况 因为我之前 查到数据的时候 发现很有趣的现场 就是说台湾的派遣劳工 比例一直很稳定 而且十几年来 基本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都在那个7% 8%左右 这个跟韩国或者日本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所以不再想说 而且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 说那个派遣劳工 然后约皮肤的一些 以教压架剥削的状况 都会发生在一些工部门 就反而好像在政治们里 反而就比较少看到这样的状况 就我觉得说这个新自由主义 那他在台湾的 然后动力的弹性化 就好像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形态 不知道三位讲者 对这部分是怎么思考的 意思吗 再收一位 容我异想天开一下 那一位同一家人 生在台湾 我在这个阿欧世 在这个核子里面 要的时刻 因为 因为 回去来 好像 周休七天而已 那整起周休八天 就在那个结束 在台湾 让人 让人 让人乘这件事 我爱理解 我就是做 港澄教 我就是港人 公会 但是我就是 一种 給予予士請的 叫做三種 另外還有一張 給予予士請的 叫做軍公教 在予予士帶著 請的這個台灣人 為什麼好像這個 給 三種 陸者所請的人在檢查 那那個三種的人 那真的都沒在檢查 我每天 四五點就要去城 為什麼 因為六點半金錢在那裡 跟我的冠軍到五秋場 對喔 所以我說 真正的台灣人 同樣要做一個台灣人 你在這一個國家經營體制裡面 你真的只有一個人而已 這是比較應該去修課的事情吧 OK 好 謝謝 我們再收一位好不好 因為有什麼 有人要最後兩次請說 就盡量剪短 最後時間這樣可以開 我想要請問說 產業公會跟職業公會之間的 一些步動的模式是什麼 比如說 像職業公會 依照我理解的 等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錯誤嗎 職業公會它是應該說你入會之前 應該是先會做一個入會的審查 所以你必須實際同時該工作 它才會有加入公會 那針對這個職業公會它的加入的會員的 書面審查資格跟產業總公會之間 你們會互相的去互動標誌嗎 比如說 屠宰業它的文化生態 為何是這樣子 我想 比較想要知道說我們互動模式 因為台灣的人口來講的話 才2300多萬 應該比商談市人口2400多萬少一點吧 所以要做盤點來講 應該是超會的 簡單一點 所以我想要做盤點來講 OK 好 謝謝 就是 最後一個問題 我希望要聽 因為可能沒問題 去年 去年那個 去年美國好幾個大的公會 公會跑去歐洲 主要要求德國的公會 幫他們在美國解圍 因為美國許多州的州長 公然打壓公會 因為認為公會影響他們州 吸引外資 那美國的公會完全被打趴 只好去歐洲求助 因為很多外資都來自於歐洲 這個喔 跟我們之前在討論 台灣的TPP 跨太平洋協定 跟歐洲的TTIP TTIP 有好幾個都很像 都有類似的問題 那麼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1994年締結 2014年 20中年 有對於公會的影響 有一些討論 我的意思是說 對你的第二問題 我目前公會陷入兩難 資本全球移動 公會只能在地 所以呢 你面對的最大 全球化最大的特徵 叫做跨國企業主導 所以沒有錯 像您剛剛講的那個會 會是一個我覺得 很令人遺憾 也蠻悲壯的 但如果換個角度講 如果今天企業面對一定的危機 或他的經濟理性決定 造成大家的傷害 他就是跑掉了 如果我們能靠一個 穩定的制度銜接 未必需要那麼悲壯 我的看法 韓國我不是很清楚 就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制度上的這一塊 有很大的缺陷 所以呢 公會運動從此 會特別的辛苦 會更辛苦 所以我想 你說的問題 應該目前全球化學 都之下很難避免的 確實要去 要去想辦法走出新的策略 對 我很想要這邊 讓另外兩位多說一些 愛迪斯來臺灣的期間 他 因為他這個 被 最後被 這個 什麼方式 就被 解送出境的 就是牽牌 那 那時候我們 其實在公會裡面 有一些討論 一些意想天開 就是說 我就把他們收了 我們公會的會員 因為我們高教公會員 有一個章程裡面 有規範說 只要你認同高教公會 都可以成為我們會員這樣 有沒有意想天開 說 我就以 這個 他收工的會員的名義 呃 在臺灣 幫他們打仗 這樣子 那 這也其實也很有趣的 因為 我們公會員 因為說 不能收外國人 我是 我是亂講的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你說反正 那我就收嗎 是要怎樣 收了我就照打 那 我想要講這個問題是說 當然資本在 全球的流動當中 基於他的 某種利潤的考量 那也許會放棄生產 追求 呃 智慧財產權的 某種利益 那可能更龐大 或追求 統一的利益 或追求什麼 其他的利益 那勞工的 勞工利在這時候 會放棄 那如果有好 社會保險 或社會福利 跟社會安全制度的銜接 像 家有所講的當然是很好的 那 另外一方面就是 舊公會這邊的擴張 恐怕也必須要更加快速 所以 呃 我剛講的 雖然是一個亂講 說我們就把社會會員拿 還是怎麼樣 好 或者說我們也 呃 今天台商在大陸 呃 就跨國打 那過去的確有這種 跨國打的方式 啊 中南美洲 美國 台灣 因為資本流動的關係 所以三個地方的行動者 共同合作 也有這種案例啊 我覺得這些東西 要做得越快越好 那就是它才能夠 快速的 呃 產生反制的能力 那第二問題是 呃 如果勞工不能移 勞工不是不能移動 有些是特定被移動過來的 像移工 他們移動到台灣來 對不對 所以呃 那我們怎麼面對移工在台灣的 組織困境 以及他的戰鬥能量的問題 那呃 呃 所以現在像TIWA 他們試圖要把 呃 某些公民權 就是 譬如說台灣的 結社啦 投票啦 等等這些公民權 賦予移工 因為他是移動的勞動者 他應該要享有 呃 我們區域的 在台灣 這個區域的某種 公民的權利 以便他有 足夠的 自我保護的能力 能夠對抗 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 也說我們要從 的確應該從全球化的角度去思考說 呃 當然有時候沒辦法 投降輸一半 只把它递 齁 就像 德國讓安利過 我個人會覺得 投降輸一半 要全敗 齁 這是很固執的 但是同時要思考說 我們怎麼跨境的去連結 不然日本的尋租過程是很殘忍的 那 我們跨境的連結 如果能夠更快速 然後 這個 反應能夠更直接 那 那不是挺好的嗎 但是我們台灣特殊狀況是 我們有一個很強烈的 這個 呃 呃 因為我們還不是成為一個 正常國家 所以我們 會有這些 一些 呃 思想上的一些限制 好 這 這的確也是一個問題 啊 跟我說不是問題 那張鈺的問題 你問到派遣的問題 呃 可不可以請建宏 因為建宏在派遣這個會的統計 是 聽說你對派遣那個統計是 國家提出的提供統計 你不是很贊成嗎 對不對 其實你有你自己的統計 也許不是你想像中的那麼地優 台灣的派遣 我每一年都會去估計 台灣的派遣勞工多少人 那不過剛剛這個朋友講的應該是 跟我理解的很大不同 你剛剛說 呃 七到八趴派遣其實是 對 能力運用調查講的是 部分公司 臨時性工作或派遣工作 那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盲點 就是說 第一 他講的是 部分公司工作大概一年 台灣一年大概是41萬多人 臨時性或派遣勞工 一年大概是50多萬 可是呢 因為這40多萬跟50多萬 有一部分重複 所以加起來 比去今年公布的數字大概是80萬人左右 好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麼去確實的 或比較精確的 估計派遣勞工多少人 那各位會覺得好奇 為什麼 主義總書每年都公布的都是 臨時性或派遣勞工人數 因為人力運用調查他是 每一個月抽出2萬個家庭 全台灣 醫美縣市能夠比例抽2萬家庭 到那個勞工的家庭去訪問 問題是來了 當我調查員到家裡問那個勞工的時候 可能勞工不在家 不在工作 他的家人 並不那麼清楚知道 這個勞工他是做臨時工或派遣工 那即使問到勞工本人 因為對於派遣勞動的定義和理解 大家的觀念還不是那麼完整清楚 所以勞工本人也不能夠明確了解 他做的是派遣工 更大的問題第三個原因 我們台灣95%以上的派遣工 沒有理解 都是所謂登陸型派遣 就是短期的臨時工作 這幾個因素加起來導致 主義總書那個調查 他永遠只能告訴我臨時性或派遣工人數 因為大家對於臨時性或派遣工 沒有辦法明確區分 好 那我怎麼估計呢 就是我把主義總書的臨時性或派遣工人數 扣掉主義總書有另外一個調查 叫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裡面他有一個專項調查 叫做臨時性勞工調查的人數 我把那個前者的扣掉以後 就會大概得出台灣每一年的派遣工人數 如果以這樣來估 那麼 今年公布的數據 我把扣掉以後 44萬派遣工 那這個有沒有成長很快 照我看成長很快 為什麼 台灣第一年由政府正式的派遣工調查 是1996年 22年前 那個時候勞委會調查的 派遣工人數是6萬 到今年2018年是44萬 換言之 22年來增加了7倍多 那就我理解這個是 比部分工時勞工 比臨時工的成長速度來比 他是成長最快的一種黑點 我們的臨時工20年來 大概都是維持在17萬到20萬時間的人數 我們的部分工時勞工都是維持在33萬到40 今年最多的是41萬7 派遣工落成20多年來 他是成長最快的飛點 可是這80萬 我們只調查這三種飛點 事實上飛點加了就有很多型態 我們的政府官方永遠只調查這三種飛點 導致我都說我們是嚴重低估飛點人數 比如說歐盟 我長期看歐盟的調查 他們都公佈八種飛點的調查人數 八種 他們會調查承染工 他們會調查這個所謂 現在最新還有所謂uncode uncode 就是說我們是嚴重低估 那我認為我們台灣的各種飛點加起來 應該是到達120萬到150萬人 那這樣是佔我們所有的受僱勞工的比例 應該是達到12%到15% 而不是屬於總數現在講的7%多 這是我要講的 那抱歉我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 剛剛有位朋友講的很有 他說美國商會對台灣政府的威逼 我都用威逼來形容 我認為這件事情恐怕 就我的理解 已經沒有辦法用單一說 他們要求特權或者 他們這個是跨國的資本來要求過免台灣 排除是用台灣的勞動法令這麼單純 為什麼 就我理解 他複雜到就涉及到 就剛剛正亮老師講的 台灣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的問題 因為美國商會 大部分的他們的會長 就我理解都是美國軍火商的台灣代表 在擔任美國商會的會長 比如說現任的會長 這位韓會長 他就是美國最大的那個飛機製造商 在台灣的代表 那麼美國的軍火工業在美國是第二大產 第二大製造業 他對美國的國會政府的影響力 遊說力很強 那更不要說 為什麼我說這跟台灣還不是正常國家 我們的國家處境有關 我絕對不是幫政府講話 而是就我的理解 因為你可以想 台灣需不需要跟美國共買武器 來對抗或保護 減少來自中國的武力威脅 顯然就只正常來講他需要 那 我看到這個朋友在笑 他說這關我什麼事 但是 我認為這已經跳脫了工會或勞工個人的 或個別組織的那個思考層次了 那當你這樣理解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他是美麗或什麼樣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 不是兩難 而是多難的困難抉擇 當美國商會他這樣要求的時候 台灣政府感受的壓力我覺得 我怕會遠比國內的工會團體的壓力更大很多倍 我的大概意思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我無意幫 我絕對不是幫周強 而是這個 遠超乎我們想像的複雜 遠超乎想像的複雜 那當他這樣要求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 真的是照安全受當然沒有 如果照安全受的話 他就不會成為今天我們要討論關切 或者擔心的問題 事實上就有理解勞動部他們是非常抗拒 非常抗拒 那國發會跟經濟部是比較順從美國商會 那勞動部抗拒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們台灣能到美國 難道可以要求 我不是用你美國的勞動法令嗎 很簡單的問題就是這樣 換言之勞動部他當然要站在勞動保護是普遍適用的原則 那但是勞動部是弱勢部會 在政府內部絕對是弱勢部會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事實上我認為 我認為如果我們要 我們覺得美國商會這個要求非常不合理 那麼就應該民間社會也要發生 而不是像停留在目前的局面說 就是永遠變成是 美國商會的一個報告書出來 國發會就說我們會很認真來研究 來怎麼樣來符合我們的要求 勞動部呢就不敢發聲 因為勞動部為什麼不敢發聲 因為就我剛剛講的 我們還不是個正常國家 還需要美國武器的提供保護 所以他的聲音被壓制 民間社會如果發出 反對美國商會的聲音 因為我們是民主的國家 那這個時候才有可能 但是我要說勞動部雖然沒有公開發聲 但是在政府內部 我的理解在政府內部 他的聲音還是一直在抗拒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答應 事實上已經好幾年 美國商量都提出同樣要求 已經好幾年 從前政府嘛 政府時代就開始要求 不是今天 這個蔡政府時代 我的意見 那最後我對那個俗倫有一點小小不同看法 您講的那個簡報 第一個重點 我聽到訊息是說 從來就沒有祈求贏這件事 因為那個韓式 我想從那個制度面 確實這樣 但是事實上勞動市場 經過幾十年的實際運作結果 恐怕不是剛剛一句話說 韓式就主導影響 或全面性的導致了沒有氣修衣 這個事實狀況 如果我們相信勞動部 他每一年公佈的 之類的點性的調查 那麼事實上今年的調查已經告訴我們 台灣勞動市場的受付勞工裡面 87.4%是每週工作5天 12.6%的相對少數勞工 是每週工作超過5天 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 事實上經過幾十年來的這一個勞動市場 實際的運作過程導致的結果就是 大家慢慢的已經朝向重視休閒一部分 認為是他必須的一部分 那當然我們並不是說 那12點多的勞工他超過5天 這是對的 當然不是這樣 可是我只是說 我們對很多法令韓式的理解 那是制度面 那個跟現實面的考察 是兩個層次 以上 謝謝 OK 謝謝 剛剛這個建範其實最後點出了 其實包含在國際政治上都影響到的勞動 我最後其實可能未來我們 今天其實沒有提到太多的意想 但是也大概約約點出來 其實你的經濟結構 你經濟的模式 然後你的甚至你的生產的威嚇大小 都一定程度會影響到你的工會的發展 跟你的勞動權益 比如剛剛講的八十幾個週休五日 這個事實上一定程度 除了大家重視休閒 一定程度的因果 因為我們產業結構的改變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未來 可能可以思考的方向 在產業結構 在經濟這個部分 是什麼樣的經濟結構 什麼樣的產業 可以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全球化 經濟的那種情況之下 那能夠在勞動權益的 這個基礎的價值之下 往前走 這個大概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 那這個部分 當然有很多細微的 包括產業民主 很多細微的這個價值 必須要放到產業裡面去 那我想包括是說 德國的那個 老闆要夠透明 你才要幫我真正的團結 而不是比你欺騙 所以我想這裡面 其實有一些路是可以走的 那是我們希望未來 可以慢慢的把它 澄清出來 那也就是說 希望各位是 大概保持我們 這個系列 我們希望能夠在幾個月之內 能夠有一個 比較整理出來的 至少加回 可以 然後我們今天 我們談一個 談性安全 對不對 談性安全 其實談性安全是 在丹麥那邊 或是荷蘭 他們要面對這個全球化 就是很快的去 你可能要 然後有些勞工 他沒有 沒有工作 他如何去 國家怎麼樣 繼續去 保持他能夠快速的轉變 然後也保持這個 一方面保持這個 產業的彈性跟動能 可是一方面能夠保障到 這個功能的人生 他的那個 權益跟在序列的部分 在這裡面 我們也已經沒有談到 所以我是覺得 雖然今天沒有談很多 可是 這個異想背後 他還是有很多的出路 因為如果我們不去想出路 沒有人會把我們想出路 我們原則是雖然在大小 所以我們自己 一定要想把我們出路 那這個出路絕對 不是單一人 只需要很多話 你不同的人 來思考 阿娃像接哀的人 就是一個思考 所以這個大家 就做為今天的結束 然後也是做為 我們未來的期待 OK 好 謝謝各位